因爲你想看,所以我找了出來。如有想看的內容或球員,記得留言給我呀。 今天來看一下集訓流川擋拆陣的比賽吧。對手用了高砂的三分擋拆陣,主播隊被迫用了角田應戰。 對上單塔的話,角田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 還未訂閱我頻道的朋友,記得訂閱和按下右邊的響鈴,就可以收看更多灌籃高手的資訊。 流川突破一位大,配合中鋒的擋拆,很容易出現空位。 流川突破一位大,配合中鋒的太大,中鋒的太大了。 高砂斜防速度慢,角田把木木撞倒,流川就有空位了。 流川的回旋鏢封蓋,剛好克制木木的雙向變換速投。 流川向右移動, 木木也向右走,這是向底線突破速投,空位了。 流川向右移動, 高砂不在籃框底下,木木移動也慢,用第二段上籃就輕鬆得分了。 長谷川沒貼身防守藤真,流川就去了補防藤真。 木木向右邊反跑,空位3分了。 高砂可以擋拆,角田不應那麼快回籃下, 木木變向速投就空位了。 如果流川用技能攻框,腳離地的時候就需要起跳。 但是用普通扣籃,封蓋點會遲一些,這令對手挑錯時間了。 高砂不在籃框底下,木木向左移動。 高砂貼近流川,令流川面向他,減慢了移動速度。 高砂貼近流川艇筽生讲 meet。 。 高砂舉手的位置有點尷尬,如果是想把牛穿撞停,需要近底線一點。 現在令到籃下沒人防守,流川輕易扣籃得手。 高砂又犯了相同的錯誤。 木暮的變相速投,球位到頭頂前就要跳封了,被木暮頂進了一個致命的三分球。 藤真已經走到後場想拖時間,但木暮卻腦充血的頭三分球,應該會氣死隊友吧。 藤真已經走到後場想拖時間,但木暮卻腦充血的頭三分球,應該會氣死隊友吧。 待會兒到後場想拖行吧。 也降致命了。 咦。 然後,來吧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茜茜只用變相速投就想投進,也太小看對手了吧。 高砂忘記了自信的三分,在籃下沒有跟著角田,流川投進了。 木暮又一次送冒了。 藤真切入引到流川協防,木暮速投成功了。 他們應多用藤真分球,或是木暮反跑接變相才行。 我是你豬我豬。我不懂說國語,做一個視頻花上了很多時間,如果缺少了你的一個like,我怕我會支持不住了。下次見。 警告